神不是我 谁是我 那么现在说明 我是什么意思 我这个字怎么解释 在佛经的定义说 我有主宰的意思 我能做 自己能做主 我要自己能做主 我年年十八都好呢 这办不到 这做不了主 第二个意思 自在的意思 不自在 想这一桩事情 许多障碍困难了 不能突破我 做不了主 又不自在 所以 我这个字 有名 无实 那这个身体是什么呢 佛说得很妙 我下头加一个字 我所 说什么 这是我所有的 不是我 像衣服 帽子 我所有的 不是我 那就对了 你有没有看错了 那我们看错了 以为他认过 为这根骨 造多少罪业 受多少冤枉痛苦 这是真的 不是真的 不是假的 所以真的一样的时候 要出国以上 甚至 那就是 我见 破了 第二个呢 边界 边是两边 我们最简单的说法 就是对立 这个界 念头 没有了 我跟人 我一边 人是一边 边界没有了 对立 没有了 好啊 没有对立了 没有对立是什么 境界呢 一体 庄子是说的 天地与我 同根 万物与我 一体 他不对立 他不跟 天地对立 不跟万物对立 他边界没有了 一体 从一体里面 流出来的 慈悲 慈悲是 平等的爱心 没有对立的 哎呀 一体的 哎呀 这真慈悲 这才算是 佛门 弟子 入门了 五种见惑 没有断掉 是在门外 没有进门 啊 像小学 父学幼稚园 幼稚园 小朋友 啊 还不够参加 一年级 一年级 才是正式学生 和非正式的 佛法要求的条件 我们就明白了 第三种 第四种 见取解 戒取解 这两种呢 我们中国人 只要说一个词 沉浸 莫人 沉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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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法 他分两类 戒是 婴上的 沉浸 戒呢 是果上的 沉浸 啊 把这个 金戒 分成 婴跟果 合起来 就叫沉浸 啊 佛法分成两个 啊 沉浸 和是 啊 戒 是在修显 这个阶段里头 沉浸 自以为是 啊 不能接受别人的圈口 不能改正 自己的错误 啊 见取解 属于果上的 啊 戒取解 属于应上 啊 这沉浸 最后一种叫 邪见 邪见是 不属于前面四种 所有一切 错误的 看法 通通叫 邪见 这五种邪见 断掉了 才是 出国 去的 佛的小学 一年级 大臣 出现位的菩萨 啊 是现里面 出现 佛的门槛 确实 很高啊 啊 啊 那么我们今天 修佛 没有得到 佛法 修用 原意在哪里 没有真感 没有真落实 如果真落实 就得到 雪儿是喜气 不宜越乎 那种喜悦 整得到 啊 你把这五种建火 断掉 你多快乐 啊 你看 人生当中 没有自己 没有自己了 只有别人 齐心都念 为 众生 着想 那我这个念头 我这种言行 对众生 是有利 还是有害 有利 要做 有害 不能做 有利 犀牲生命 也敢 快乐 啊 没有利益 让我自己 得大富大贵 也不能敢